给下面的对象找出最合理的单位。 这里的选项有秒、分钟和小时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,炒一盘青菜所需要的时间。 通常来说,我们几分钟就可以炒好一盘青菜了,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分钟。 再看一下,倒一杯茶所需要的时间。 倒一杯茶最多也就一到两秒钟,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选小时。 而分钟呢,之前已经被选过了, 所以这里我们也不能再选分钟。 倒茶一般来说也就是几秒钟而已,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秒。 再看最后一个, 从北京开车到上海所需要的时间。 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大约有1200多千米, 这样的距离我们开车通常不会是几秒钟或者几分钟, 大约需要十几个小时。 因此,这里我们选择小时作为单位。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。 给下面的对象找出最合理的单位。 这里的闪向有毫米、米和千米。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, 我们可以来写一下。 一千米等于一千米等于一千毫米。 先看第一个。 一只瓢虫的身长。 除非这只瓢虫是个怪物, 否则一般的瓢虫都是毫米级别的。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毫米作为度量单位。 下面我们再来看, 成年人的平均身高。 通常成年人的身高也就是一米多, 两米不到。 所以米是比较合适的单位。 再看最后一个。 一场马拉松赛的距离。 我们知道马拉松是考验耐力的长跑运动。 通常我们谈论的是长距离的赛跑。 现代马拉松比赛的距离大约为42千米。 所以选择千米来度量这个比赛的距离也是比较合理的。 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题目。 选项还是毫米、米和千米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。 北京到香港的距离。 北京到香港, 从北到南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, 大约是几千千米。 因此这里我们选择千米。 游泳池的长度。 一个普通的泳池大约是25到50米长。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米作为度量单位。 再看一片面包的厚度。 一片面包的厚度显然远远小于一米。 因此毫米是个比较合理的选择。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毫米。 1米串。 2米串。 隔壁先? 4米串。 9米串。 勇ug。